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简报节目 首先我们来看看印度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角色 随助中俄影响力的增强 并都对这个组织的参与热情 逐渐解退 总理莫迪甚至有可能缺席今年的峰会 借助我们关注一下全球通信的基础设施 全球通信的基础设施 海底电缆 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 让这个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 未来可能会出现两套独立的海底电缆网络 最后我们来到印度德里机场 暴雨导致机场屋顶坍塌 造成一人死亡 多人受伤 这起事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akehans的文章指出 印度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兴趣正在解退 主要原因是 该组织的反西方倾向与印度总理 纳伦德拉·莫迪的清西方外交政策不服 去年作为轮值主席国的印度选择在线上 而非线下召开SCO免度峰会 标志着其对该组织的疑虑 莫迪预计将缺席下周在阿斯塔纳举行的峰会 印度对SCO的价值越来越感到怀疑 特别是因为中国在该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印度是唯一一个完全民主的成员国 尽管SCO的存在象征着印度外交政策的独立性 在这新兴的中俄战略轴心和西方集团之间 印度希望作为桥梁 但其在SCO中的存在似乎不在符合其战略利益 NKG的另一篇文章探讨了海底电缆网络的发展 这些电缆是全球通信的骨干 现已延伸到140万公里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铺设这些电缆的复杂性 可能导致两个独立的海底电缆网络的出现 即所谓的一世界两系统 确保必要的基础设施对技术的使用和进步至关重要 文章还提到日本电信公司KDD 埃和软铃计划将下骨在大阪的LCD面板工厂 改造成一个i数据中心 正标志着数据中心在全球的重要性 此外印度最近的选举中反对党取得了显著进展 这可能对总理穆迪的政府和反对党领导人 拉胡尔·甘地的印度国大党战略产生重要影响 BBC报道德里机场的一个污点因暴雨坍塌 导致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巨大支柱砸坏了停在机场的汽车 此事故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批评 许多用户指出该航站楼在3月份进行了大规模翻新 联邦航空部长拉姆·莫汉·奈都·金甲·拉普表示 坍塌的部分并不是翻新区域的一部分 泰勒开闲 Morakheim 未必做传统的海滨小镇 虽然没有令人惊艳的设施 但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美丽的景色仍然吸引了许多游客 站在Stone这里的尽头 可以看到重力的景色 海湾的泥滩和沙地也深数英里 背后是如油画般的丘陵 虽然游客们对小镇的设施感到失望 但居民们却为这里的独特位置感到自豪 尤其是套近湖区和兰胎斯特 未来的Eden Project Morakheim 壁画将在2027年开放 预计将吸引更多游客 惊怀小镇面临许多挑战 如老旧的建筑和缺乏餐厅 但其悠闲传统的氛围却是吸引人的一大特点 游客可以在Midland酒店享受美景 带O-Pier Bookshop流浪书籍 或参加夏季的导游步行活动 虽然小镇需要更多的现代化设施和餐饮选择 但其独特的魅力和美景 仍然使其值得益游 The Toronto Sun 加拿大的红白两色国旗 在每年国庆日都会成为焦点 但这两种颜色的象征意义却众说分鱼 加拿大历史博物馆的策展人 Xavier G. Ninersy表示 红白两色从未被明确地解释为 加拿大的官方颜色 有人认为这两种颜色 是1981年由乔治武士国王赋予加拿大的 红色被认为代表英国的传统 同时也象征着活力、生命和加拿大秋天的壮丽 而白色则反映了加拿大的寒冷冬季 然而更有可能的是 这两种颜色是自然演变的结果 红色与英格兰有关 白色与法国有关 枫叶作为国旗上的象征毫无疑问 因为这种树原产于加拿大东部的大片地区 红白两色在不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西方红色象征着激情和能量 而在许多东部文化中 红色则与庆祝和好运有关 尽管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使用红白两色 但加拿大的枫叶旗帜已成为其独特的象征 代表了一个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 也可以思想 朝鲜正在加大力度打击其公民 接触韩国流行文化的行为 包括严厉惩惩罚观看或传播韩国电视剧的人 根据韩国统一部的报告 朝鲜当局对年轻人的思想和信息控制日益严格 甚至对违反者处以死刑 许多脱北者表示 韩国的流行文化作品 让他们看到了一个自由富裕的社会 激发了他们逃离朝鲜的决心 一位年轻的脱北者 描述了他和亲戚们如何在夜晚 乘坐木船冒险逃往韩国 尽管途中遇到巨浪 但最终安全抵达 但最终安全抵达 他表示 韩国的电视剧和电影 展示了一个他以前从未见过的世界 这让他决定冒险逃离 尽管朝鲜法律对外来文化的打击力度加大 但脱北者们仍然通过各种途径 接触到这些文化作品 并因此获得了逃离的动力 朝鲜政府声称 其宪法保障公民权利 但外界观察者和脱北者的证词 却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查这一期Cofield将在这个周末 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寻找中冬季的奖金 同时展望未来 周六 他将在玫瑰山与玫瑰杯的热门选手 Golden Ta合作 然后飞往新加坡 尝试为教练蔡菲斯蒙 即承卖其成Lightning室第二次的Stewards Comp 他有很好的机会在麦瑰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并在几周后的新加坡得比赛中有所表现 Scofield去年在Golden Monkey上赢得了这场比赛 他认为这匹马在周日的比赛中会有不错的表现 Scofield在与McPrice和Michael Kendrana合作中取得了成功 他希望继续发展这种合作关系 他上个月在Gothwood杯上为他们的马赫斯沙卡赢得了胜利 并首次骑程Golden Tata时虽然未能进入名次 但他看到了这匹青赛四岁马的潜力 并在2000米的基准比赛中以强劲的耐力表现赢得了胜利 Scofield认为Golden Patai 妹开杯中的首次尝试将会很有竞争力 Algazira 由于大雨导致印度首都主要机场的一个航站的屋顶部分坍塌 至少一人死亡 几趟国内航班被取消 这起事故发生在新德里达安地国际机场 迷航部长Karen Mohan-Nedi在现场向记者确认了这起事故的死亡情况 德里消防局局长Algazira表示 航站楼的国内出发区至少有8人受伤 广播图像显示 一辆出租车被压在航站楼入口区的一根金属柱下 机场当局表示 坍塌是由于凌晨5点的大雨造成的 机场区域在3个小时内降雨量约为148 5毫米 超过了整个6月的平均降雨量 事故发生后 机场当局紧急疏散了航站楼 并取消了多趟航班 此事发生在机场翻新项目由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接木数月后 反对党政客指责总理在选举前急于进行接木活动 导致安全和施工标准问题 林航部长表示 坍塌的屋顶属于2009年开放的旧建筑 而莫迪接木的新建筑在另一侧 部长还表示 已下令调查这起坍塌事故 The Independent 残嫌 当Haley Bieber发布了一张带有手机壳 兼做唇膏持有器的镜子自拍时 物远网为之疯狂 唇膏是你总是需要 但似乎从未拥有的产品 这个巧妙的想法引发了人们对唇部护理的关注 韩国化妆品和无妆妆趋势推动了护肤品的使用 唇部护理也不例外 Wallet的皮肤护理专家Elizabeth King解释说 我们的唇部层数比皮肤少 不会产生任何油脂 使用100%天然唇膏是避免刺激的关键 唇部缺乏汗线和油线 更容易受到干燥空气和阳光的伤害 导致干燥而开裂 Mathie Dulame建议根据季节变化调整唇部护理 冬季提供额外的水分 夏季使用适当的防晒产品 避免频繁填唇 因为这会破坏唇部的自然PA情衡 导致更干燥 偏建议停止使用含有刺激性 合成颜料的产品 改用含有天然油煤和维生素的产品 Mamame建议每周使用一次隔夜唇膜 形成保护屏障 锁住水分 随着护肤化妆品的兴起 品牌开发出了结合护肤和化妆的配方 唇彩 唇油等产品成为不可或缺的化妆品 Mekie Jeze 报道 日本厚生劳动省周五表示 科巴尤西制药公司报告了76例 可能与其红群里补充剂产品相关的死亡病例 该公司在3月份曾发现5例 疑似因补充剂导致的死亡病例 厚生劳动省将调查这些新增病例 与红曲米产品之间的因果关系 并要求科巴尤西制药公司 在周六前制定并提交一份调查计划 卫生部长吴建靖三表示 公司至3月份以来 未更新疑似死亡人数的报告是极其遗憾的 并强调厚厚生劳动省将直接参与调查过程 并向公众提供更新信息 自1月14日得知未报告的新死亡病例后 厚生劳动省美根向科巴尤西制药公司 询问服用补充剂后就医和血亡的人数 并在其网站上公布这些信息 Telegraph报道 英国经济在今年年初的增长速度超出预期 为里希、苏纳克的竞选活动带来利好消息 官方数据显示 英国国内生产种植基DP 在今年前三个月增长了零 高于国家统计局最初估计了0.6% 这一增长表明英国经济从2023年底的衰退中 反弹的比预期更强劲 服务业在本季度增长了0.8% 生产部门增长了0.6% 而建筑业则下降了零 国家统计局的修正数据显示 英国经济在今年前三个月的增长速度比最初估计的更快 这位苏纳克的竞选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此期间 亚洲股票市场连续第五个月上涨 投资者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会在今年降息 悉尼《陈丰报》报道 澳大利亚最后一位读者是一位年轻女子 她在109路电车上阅读一本品装书 戴着降噪耳机沉浸在书中的世界里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但她的思绪却在书中的幻想世界里迟扯 她可能正在建造重宝 摧毁旧金山 骑着龙或者在弥漫的军事医院里受伤并坠入爱河 这位年轻女子不断地翻页迫不及待地保持场景的连贯 仿佛她是文学世界的最后一位大使 代表澳大利亚与小说国度的古老 而充满活力的居民交流 阅读需要敏锐的神经系统活动 她不是一种被动的行为 与短视频不同阅读能点亮大脑的多个区域 尽管她的同车乘客 可能将阅读视为一种过时的消遣 但这位年轻女子却在不断积累故事 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成为一个在这个电话视频时代中独特的存在 在加内比地区的四个国家 废除自杀犯罪化的运动正在迅速推进 一个由政府官员、活动家、法律专家 和医疗工作者组成的联盟首次联合起来 致力于废除这些源自殖民时代的法律 正如西亚、格林纳达、巴哈玛和特利尼达和多巴哥 目前都将自杀视为非法行为 企图自杀可被判处最高两年间禁获罚款 尽管这些法律在加勒比地区很少被执行 但仍有报道显示有人因自杀为水被捕 联盟成员、社会工作者戴水内口罢时出 这些法律对人们寻求帮助构成了威胁 并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服务 全球每年有超过70万人因自杀而死亡 其中大约77%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 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 是到2030年将全球自杀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 而法律上的障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阻碍 日本时报 日本的投资者们再次对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的经济部门提起诉讼 试图追回他们在瑞士信贷最具风险的债券上的损失 这些债券在被出售给客户后变得一文不值 14名原告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诉讼 要求赔偿总额13.7亿日元约合850万美元的损失 代表这些原告的三期玩之内法律事务所表示 这些投资者购买了三菱日联摩根市单利证券公司 出售的附加一级资本债券 而该公司是日本最大的银行与美国主要投资银行的合资企业 尽管证券公司的一名代表表示无法评论 因为尚未看到投诉 但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投资者在高风险金融产品上的 潜在损失和法律纠纷 美联社周五亚洲股市上涨 交易员们期待着即将发布的关键通胀报告 这可能会影响美联储的下一步利率决策 日本日经225指数上涨0.4% 澳大利亚S&P2 23PSX200指数上涨0 1%韩国COSPI指数微涨0.1%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3% 而上海中和指数则飙升0.9% 日本政府报告称 5月份的工业生产强于预期 失业率与前一个月持平为2.6% 在美国S&P500指数微涨0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 停管市场整体表现平稳 带一些零售商和通信服务公司表现良好 例如亚马逊和MID平台的股票 分别上涨了2.2%和1.3% 然而沃尔格林的股票暴跌22.2% 而李维斯的股票则下跌了15.4% 投资者们正在密切关注即将发布的 《个人消费支出指数PC》 意志是美联储偏爱的通胀衡量标准 经济学家预计 5月份的通胀将略有缓解 这可能会影响美联储何时开始降息的决定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了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并列各种简报 网址是6WFan 看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流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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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